他說現在有三個數乘等差數 那這三個數我設成這個樣子 這三個數它的公差是低 a-z-d a-d-d 所以這三項它的公差是低 乘等差數 現在他說三項的核是8 那我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的話這d就消掉了 這三項之核就是3a 這是等於18 那這樣的話呢 a就中間那一項 是等於6 這樣就算出來了 好,那三數的平方核是16 三數的平方核 現在a是6,就6-xd 加上6的平方 加上6加d 1 平方 這個等於16 那現在我們就可以出入公差 a 這個加這個的話 它交叉項是消掉的 所以這個加這個是兩倍多少呢 6的平方加上第二平方 那這一項的話可以移過去 就等於116減掉多少呢 36 0 80 那約分的話 40 所以的話 d平方就等於多少呢 40減掉36 4啊 所以d的話 是等於正乎2 如果是正乎2的話 那就是說 就是6減2 6減2是4啊 4 6 8 如果是互2的話 那這個就算 這個就是 6加2 如果是互2的話 6加是8 6 4 所以這三數的話 事實上就是468 所以答案是468 10 9 10 11 11 12 11 11 11 12